這個部分,這一段的程式碼,其實下載的部分程式碼 其實我是拿什麼,拿那個就是剛剛的那個匯率範本去修改 所以自我把它放大一下,工具選項,然後那個撰寫風格,這邊把它放大一下 大概改了兩個地方 第一個地方的話就是這個,就是這個網址部分 這個網址把它變更一下,本來的網址把它刪掉了 那反正就是分號後面就加上那個桃園的那個結婚的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它的那個編碼方式 因為呢,它的編碼方式是UTF8 所以呢,如果假設原來好像950吧,你就把它改成65001 這樣就OK,就不會有亂碼的問題了 大概這兩個地方 那至於就是說,如果你將來 我不是要叫你把它下載打開喔,我是要叫你直接下載到一個空的 所以喔,將來你們可能要給我的東西 記得就是這個地方就是空的沒關係 或者你已經下載了 然後呢,我將來是希望說我按下這個按鈕 它會自動幫我把資料下載到這邊來 自動下載到這邊來 OK 而不是說叫你把它下載下來打開來 OK 那當然呢,因為它的 這個資料是UTF8啦 所以如果假設你將來 即便真的要想要把它打開的話 你比如說點了 你假設透過的是下載之後打開的話 那當然你會看到啦 這個資料一定也是亂碼 為什麼亂碼呢 因為呢,它裡面的編碼方式 跟Excel的編碼方式 不一樣 所以如果將來假設你要不發生錯誤的話 不發生亂碼的話 那你可能就是說,第一個啦 你變成說你不能夠直接把它打開 而是你必須要先開一個空白的活頁簿 然後你可能要再利用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用資料裡面的什麼 把它 匯入資料 OK 那特別注意喔 如果假設你打開是亂碼的話 那你的步驟就不能夠是直接打開 而是應該是開一個空白的活頁簿 然後呢 把它 切到那個資料裡面的 從文字csb這個地方 然後呢,再去找到你下載的那個檔案就可以了 好像我們下載的檔案在這邊下載 然後裡面這邊就有個110年的離婚對數 然後把它匯入之後就OK了 那你可以看到呢 它匯入的時候呢 這邊還是亂碼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可能就要自己再去把它修改一下 它的編碼方式 那 那你怎麼知道它是什麼編碼方式 其實這邊就有跟你講了嘛 它的編碼格式 叫做UTF8 它原來預設的 因為Excel預設的編碼方式是big5 所以呢 你這個用big5是950的話 那顯然不正確 所以你可能要自己找一下 叫6500 叫UTF8 UTF8大概就是 再稍微往上一點點 它的位置應該 有沒有看到 大概中間偏上 中間偏上一點點 所以我有說記這個卷軸的位置 因為這太多了 然後呢 其中的話如果是UTF8 它就是65001 那你要選這一個 只要你選對的那個編碼方式 那它基本上呢 這個資料 有沒有 它就不會是亂碼了 OK 那其他的話 你就直接把它載入了 它就會看到我們要的資料了 這個把它載入 就出現了 不過它載入的時候啦 它還會多一個動作 就是把它轉成表格 所以一般我的習慣會把它轉換成範圍 就是不要是 不然的話 它這個表格有時候處理比較不好處理 最後我會把它轉換成範圍 那這樣就OK啦 不過啦 我希望做的不是要你們 去把它下載打開 而是希望 你直接呢 就是透過程式 去把它下載 那這一段程式碼的話 我又把它放在 那個雲端白板上面 你可以拿來直接修改 所以喔 等一下的話 我們 也許改了個範例吧 上個禮拜是講 是用那個 桃園結婚的這個 我把它改一下 改成那個什麼 所以這邊我是從這裡 然後 婚姻嘛 婚姻裡面的話 我是找到那個瀏覽次數 由多到少 第一個就是上個禮拜的範例 那我把它改一下 改成第3個好了 OK 那假設我換成那個 離婚的這個統計好了 那一樣啦 我是找 最近的這一年 110年的 那一樣啦 點開來看一下 網址在這邊 然後UTF8 所以呢 第一個step的話 一樣 你們就是先 開一個空白的活業部 所以新增一個 這邊新增一個空白活業部 第一步喔 那我先把舊的 這個把它關掉好了 這個結婚的部分 我就把它關 關起來好了 那等於是說我又另外 講另外一個範例 就是 離婚方面的 那首先第一個就是 開啟一個 空白活業部之後 第二步的話 一樣到開發人員裡面 然後呢 點選 Visual Basic 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那這個模組裡面的話呢 那個 因為我要下載的是這個 網址 跟這個編碼 那我剛剛有提到 我們可以拿那個 外幣的這邊的 範 這邊有個範本 範本如下 你就把這個範本 直接把它 Ctrl C Sub跟 到EndSub這邊 然後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 城市這邊位置 貼上 然後呢 第二步的話 就填上他的網址 跟他的編碼 編碼方式比較簡單 就是65001 然後網址的話 就是剛剛那一串 你可以在 這邊可以找到 就是 離婚的這邊 資料網址 然後把它複製之後 那接下來就貼到哪裡呢 記得 貼到這個TESL 分號後面 記得喔 不要貼錯 不要貼左邊 記得就貼到分號的右邊的位置 把它貼上 貼完之後可能再檢查一下 因為有的時候貼上 它有一些網址貼上會多一個這個 好像多空白之類的吧 如果你多空白 那你執行一定會發生錯誤 那不行 這個沒有 如果你有的話你執行你會發現他這邊 一定會出錯 錯不會告訴你在這邊錯 他會告訴你在這邊refresh的地方錯 所以記得啦 你只要把這個空白 的資料 把它delete掉 這樣應該OK的 然後我改一下 下載的話把它改成叫做 換個名稱好了 這個名稱就是 桃園的那個 那個什麼 離婚統計 下載好了 或者是 這個名稱好了 把它複製一下 因為這個就不是匯率下載 是離婚統計下載 好 那這樣的話OK了之後 第一個step 執行 看一下 資料就下來了 那你可以看到後方有沒有 這邊就會有 1到12月份的 每個區 感覺上好像跟結婚的 資料 好像格式一模一樣 只是說那個數量好像明顯是 跟結婚的數量比起來好像比較少 所以甚至你 兩個範例都可以一起做 一個是離婚一個是結婚 兩個人比較一下 看看 然後 數量會不會是 那你就可以算出那個 離婚率啦 OK 結婚嘛結婚多少人 離婚多少人 一比較一下一除就知道離婚率大概是差不多多少 所以你看 最高好像 桃園我記得好像最高大概300多 最低好像就是 差不多 八九十 所以那個離婚率跟 離婚跟結婚的 數量好像已經很接近了 那顯然是好像 院偶還蠻多的 OK結婚沒多久 不過這個只是一個數字下載 所以特別注意請各位第一個 先試試看好了 就是利用那個 離婚的這個資料來練習看看 OK 畫面先再還給各位一下 記得那個資料 就是從這邊找一下 先找到資料 第二步的話找到範本 範本在這邊 貼過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是 在這裡 願